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经招呼就闯进来 简直放肆 下意识地 众人目光都看了过去 当看到来人的模样时 包括文灵雪 涅腾在内的众人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这家伙怎么来了 我听说过灵雪在这里过生日 所以就不请自来了 哈哈 没有吓到各位吧 来人是个少年 一袭花袍 长发披散 容貌英俊 浑身酒气浓烈 脸上笑容肆意张扬 黄千俊 广陵城三大宗族之一黄氏的嫡系子弟 其父便是黄氏当今组长黄云冲 黄千俊性情骄横疏狂 汉勇豪斗 虽只有十七岁 身上早已劣迹斑斑 干过不知多少天怒人怨的事情 可让人有他父亲逼活 他如今依旧活得好好的 这也愈发助长了他的跋扈企业 当任出来者是黄千俊 雅间中原本动怒的一些女孩 全都渐弱寒蝉 较连闪过一丝慌张 他们可早听说过这顽固的恶名 就是文灵雪和涅腾 也都眉头紧锁 神色凝重 在他们这些大宗族子弟眼中 黄千俊就是一个横行无际 霸满无比的恶徒 没人愿意与之为伍 唯恐躲之不及 雅间的气氛也是一下子变得压抑至极 唯独苏毅淡然依旧 他不认得黄千俊 但也看得出 文灵雪他们躯体紧绷 心绪隐隐有些慌乱 明显对着突然闯来的娇横少年极忌惮 我生日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现在就出去 深呼吸一口气 文灵雪冷冷出声 笑脸若寒霜 毫不掩饰自己的排斥和艳增 却见黄千俊浑然不在意 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了文灵雪一遍 笑呵呵说道 则 不愧是文灵昭的妹妹 一等一的漂亮 也只有这样的美人 才配得上我 你 文灵雪翘脸战红 谋犯怒火 你们瞧瞧 美人就是美人 脸生气都漂亮极了 你们说 若我把她娶回家 老爷子肯定也会很满意吧 黄千俊肆意笑出声 在她身后 还跟着一群护卫 神色暧昧地笑起来 在座那些女孩都面露惧色 下意识地看向聂藤 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城主府 近位统领的笛子身上 聂藤暗吸一口气 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得站出来 否则以后怕都抬不起头做人 黄赏 这里可是巨仙楼 还请你放尊正些 伤恶和气 对谁都不好 聂藤硬着头皮 故作沉着道 黄千俊原本还笑呵呵地脸色猛的一沉 眼神爆战暴力之气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聂藤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一阵青一阵白 这一幕 让苏义意识到 纵然是聂藤 也对这跋扈少年心存极大的忌惮 少爷 这位是城主府近位统领聂北虎的儿子 组长大人和着聂北虎也算有些交情 一名呼卫笑嘻嘻提醒道 不过 事情该怎么办 完全您说了算 黄乾俊吼了一声 呼地笑咪咪说道 聂藤是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 否则 我不介意把你抱打一顿 像死狗般扔到这巨仙楼外的大街上 他笑容满面 话语却无比森然 称斥力气 到那时 你怕是会沦为整个广陵城的笑柄 颜面扫地 再抬不起头来 你也等浑身一僵 双手都悄然紧钻起来 直接发白 手被青筋爆战 一股说不出的羞愤和愤怒充斥心中 而见到这一幕 在座那些女孩翘脸煞白 欲发仓皇无助了 整个雅间中 论身份和地位 没有一个比得上涅腾 眼见连他出面都不顶用 怎能不让人心慌 便在此时 文灵雪冰冷道 黄前俊 你究竟想做什么 黄前俊扶掌大笑 眼神火热地盯着文灵雪 道 这个问题好 这么说吧 过阵子 我会让我家老爷子去你们文家提亲 以后啊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他旁边那些护卫都纷纷起哄 少爷好眼光 大家看好了 那姑娘就是咱们的少夫人了 那我们得提前恭喜少爷了 哈哈 文灵雪又羞又愤 性眼圆争 咬牙道 可笑 我文灵雪宁死也不会嫁给你这种恶棍 苏义悄然起身 原本淡然的眸子伸出闪过一抹冷意 他静静立在那 目光淡漠 若在大黄九州 熟悉苏玄君的人都清楚 苏玄君目光越是淡漠 神色越是平静 就代表在他心中杀鸡越胜 话可不能说得这么绝 你姐姐文灵昭何等耀眼 可最后不也还得嫁给他这样的废物 黄千俊说到最后 抬手一指苏义 神色尽是灭尸和鄙夷 我虽跋扈 可我也知道 宗族联姻从来不是你我这样的小辈说了算 顿了顿 他又笑起来 语气张扬傲然 文灵雪 我劝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不出一个月 我皇家必让你们文家答应把你嫁给我 一下子 文灵雪敲脸煞白 郊躯微微站立 黄千俊的话 戳通了他的心 当年 他姐姐何等抗拒那门婚事 连他的父母都极力反对 可最终还是拗不过老太君的意志 最终和姐夫结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事实 让文灵雪不得不担心 万一皇千俊真的提亲 文家会否也会如此对待自己 想到这 文灵雪嘴唇都快咬破 内心仓皇 眼神变得枉然 自己以后就会嫁给一个劣迹斑斑的顽固 若这样 还不如抹脖子自杀 放心 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你身上 一只温暖的手掌按在文灵雪肩膀上 他抬起眼 就看到了苏伊那温和而平静的清俊脸庞 姐夫 内心仓皇失措的文灵雪就如找到避风港 内心涌起说不出的暖意 声音都隐隐带着一丝哽咽 这场聚会已了无趣味 我带你回家好不好 苏伊轻声道 嗯 文灵雪下意识点头 和旋即就露出忧色 姐夫 他们 放心 交给我 苏伊拍了拍他的肩膀 声音柔和 说着 他目光一扫涅腾和其他女孩 道 你们要走吗 涅腾他们都错愕 差点猛掉 这苏伊疯了吗 没看到黄乾俊这顽固和他的护卫 都还堵在大门前 谁能想象一个修为尽师被广陵城人人讥笑的上门女婿 怎么就敢说出这种话 哈 你刚才说什么 要带着他们从这里离开 这时候 黄乾俊挖了挖耳朵 笑得很夸张 苏伊 你一个废物啊 说的话却竟比我都狂 谁给你的勇气 那些护卫也都笑得乐不可知 自听到世间最滑稽的笑话 苏伊 不要再捣乱了好不好 涅腾都有些恼了 脸色阴沉铁青 一字一顿道 这件事 我来解决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在添乱 别怪我不管你 这番话 铿锵有力 那些女孩都不禁动容 只觉涅腾这一刻充满了顶天立地的男儿气概 相比起来 苏伊之前的表现实在太让人恼火了 一个废物 就凭一张嘴就想带他们从这里离开 可笑 既是少年 自当有此热血 如此才不负向上少年头 这一刻的你 没让我小觑 苏伊看了涅腾一眼 点了点头 涅腾呆了一下 这家伙的口吻怎么 怎么 不等他回神 独在大门前的黄乾峻露出一抹不耐之色 蒙一挥手 去 给我把那废物拿下 扒了他的衣服 悬吊载成门下 我要让全城人都看到他的丑态 少爷您瞧好了 早已迫不及待的一名护卫 抢先冲了出来 小子 爷们陪你玩玩 这护卫身影 见瘦魁梧 满脸横肉 紧紧立在那 就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周围那些少女都脸上一白 那凶恶的模样精道 杨胜 黄千俊手下的得力护卫 干血净炼肉七修为 一身皮肉如钢丝铁 力如蛮牛 精通大摔背手 动辄力经断骨 不死即残 说话时 贪亡的一掌击扎过去 势如摔杯 掌风暴裂 这要大事了 非得重伤再逼不可 姐夫快躲 闻灵雪惊叫 花容失色 以他的距离 根本来不及去阻止 莫慌 这种练力不练气的货色 绣花枕头而已 但人的声音中 就见苏伊那受血挺拔的身影动了 脉步上前 动如苍蝇薄兔 但手一抓 便精准亲住杨胜的脉门 苏伊臂膀随之发力 手腕一抖 杨胜魁梧见瘦的躯体一个裂前 身上血肉像翻滚的床单似的 一身力气都被这一抖的力量 视如破竹般催垮 抖进如崩 这是一种神乎奇迹的发力技巧 练到最高深的地步时 敌人一旦中招 浑身的血肉 骨架 内脏都能全部抖碎成粉 眼下 杨胜虽不至于当场暴毙 内服也已遭受重创 紧跟着 苏伊一脚踹除 哼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杨胜的身体凌空飞出 轰然砸在雅间一侧的墙壁上 他浑身筛空使得俱力抽搐 蹊跷躺 满座皆惊